来看生意领域的新突破 著名科学期刊刊登出台湾阳明大学的研究 发现遗传性脑退化症的关键基转 给新药研发一线曙光 如果之后真的能成功延缓发病 那么日剧一公升的眼泪 电影《带雨片风景走》等主人翁的故事都渴望改写 日剧一公升的眼泪 主人翁阿雅勇敢面对小脑萎缩症的故事 扣人心弦 15岁发病到25岁离开人世 运动协调能力逐渐丧失 一介束手无策 不过最新CELL期刊登出台湾阳明大学的研究 发现人体基因中的转入延伸因子 SPT4是人类脑退化症突变基因表现 是脑细胞凋亡的重要关键 只要一直SPT4就有机会延缓发病 已经带有这样子突变的基因在里头 所以你基本上来讲 除非你把DNA整个改掉 那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没有办法改变的状态之下 你只能让这个过程把它延缓下来 也就是说让它发病的时间往后挪 SPT4机转发现后 如果真的成功研发标靶新药 不止小脑萎缩症 包括亨定顿舞蹈症等 九种脑退化疾病患者都有望受益 台湾研究团队投入八年时间的成就 也让国际医学发展再突破 秦桃人亚特电视 陈娇陈真 台湾台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